吃饭吧 对了 文静 上次你不是跟我说 找工作坚持的事吗 后来他们找到人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谢谢你啊 薇薇 这有什么 薇薇 那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我想肯定有 这样吧 以后再遇到我告诉你 好 我现在有手机了 你有事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了 行 好 对了 刘文静 你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份白领工作了吗 干吗还想着坚持呀 因为 因为跟浩子租的房子特别贵 我想帮他分摊点房租 男生有能力 男生就多担当一点 这很正常 理所应当的嘛 你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衣服挺好看 你看看呀 试试啊 我不是了 你慢慢挑 其实文静 你现在也要上班了 不如也选一些上班穿的衣服 就是啊 不用了 你跟花花给了我好多衣服呢 我也没说让你多买 这少儿精嘛 真的不用了 那行 咱们再看看 那件不错 来 他什么都好 就是太在乎钱了 你说什么都要节省 给他买衣服他也不要 自己还不舍得买 对 你说他是不是在那儿有瘾啊 他挣钱不就是为了花吗 对啊 我也这么拳 我跟你说花呢 你干嘛呢 工作工作 不过说正经的啊 人刘文静 只身来到上海 想赚点钱 站稳脚跟 没什么不对的吧 那怎么没有这样呢 哎呀 俗话说得好 男人是赚钱的耙子 女人是装钱的匣子 你要真能讨着这么一个老婆 偷着乐趣吧你就